在今年的7月19号到21号 在俄罗斯东部举办了一场 集圈地区的原住民族运动会 例如现场会有传统的歌舞演出 这是集地地区的妇女 展现吟唱跟舞蹈的重要的舞台 当然也会看到有这种拔河 其实很多运动都不只是运动而已 这是在集地地区生活的技能 例如需要拖拉独木舟 又例如原住民族需要拖拉大型的金鱼上岸 所以这种运动会就会出现这种项目 又例如来带您看到 可能会有这种跳跃的运动 这是过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的猎人 为了跟远方的同伴传递讯息 所以就必须弹跳飞踢一些市井的物品 想要把这种运动做好 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数学空间感 体力地理环境的基本常识 还必须要了解祖先狩猎的历史 运动不只是运动 又或者更常见的就是划船了 在冰上划船可以说是北极圈周围的 原住民族的生存技能 又像是跳远 就是因为北极圈地区的原住民族 必须要具备跳过冰块的能力 所以在这场运动会也会有跳远的项目 而带领看到挪威 一位萨米族的年轻人就在日前被选为欧洲 原住民族的参赛代表 在这场运动会 他最后得到的是亚军 单脚跳跃高梯 跳远 障碍跳跃 划船 摔脚 还有趴在地上 用脖子的力量拔河 这是在俄罗斯东部 举办的白令路桥极圈竞赛 集合了极圈地区七个国家 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人参与 所有的比赛项目 都是从居住在寒冷 多冰的极圈的原住民族人 求生所需要的技能 所演变而来 年轻的萨米族男孩Samuel 开心地展示 辛苦赢得的亚军银牌 奖状和景旗 第一次参赛的他 在颈部拔河 还有模拟在悬崖群鸟蛋的 单手支撑项目 都有好表现 还被大会认可 是这届比赛的 最佳欧洲参赛者 可以获得好成绩 Samuel归功于父母 从小就带着他 接触大自然 在野外活动 原来此做完之后 非常宅切捉 但是在身体发生 我们很上满 任何人 冰室 记者都记 林伯宫编译 感谢观看